而另外在台南地区因为购卖局的烟酒要涨价了 也引发了抢购的热潮 今天在台南就出现了大排长龙真仙抢购的情形 排队排了半天 买到的烟和酒却只有一点点 急急急听说购卖局的烟酒价格要调涨的预期心理过嘴之下 连续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上班 购卖局台南分区就出现了这样子人山人海的抢购壮观场面 排在后头的民众拉长了脖子 期望害怕等轮到自己时恐怕都没破了 拼命地想要往前挤 购卖局为了不让中盘商等业者同机烟酒 采用的是限额的配量 不过又引来了不少民众的抱怨 尽管台南分区的人员已经加派了人力忙进忙出 还是无法应付这批抢购的人潮 抢购民众几乎要苦等几个小时以上 才能够限量配额买到比平常少六成的烟酒